大家好 品世间酒聊杯中事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 我们的老朋友老天三哥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两个非常好看的酒 来自格兰捷 我们先简单的放松一下 这两瓶酒的基本介绍 说起格兰捷 大家肯定知道 它们是以长颈鹿而著名的 这是因为在全苏格兰 它们家的蒸馏器是最高的 因此被称之为长颈鹿 格兰捷位于苏格兰高地产区的泰恩市 创建于1843年 但是直到1849年 格兰捷蒸馏厂才开始生产运作 目前格兰捷是由LVMH旗下的威士忌品牌 是苏格兰梅亚威士忌经典代表品牌之一 深受威士忌爱好者的喜爱 格兰捷的Forest这款酒 是2022年推出的一套全新的限量版的威士忌 它是格兰捷Tail的第三版 从2020年开始 格兰捷就推出了两款Tail 一款是2020年初的A Tale of Cake 另外一款是2021年初的A Tale of Winter 今天的酒是2022年初的这第三款 叫做森林物语A Tale of a Forest 以森林为灵感 使用林地植物如杜松子 白花树皮和石南花等烘烤大麦 从而赋予威士忌别致的香气 它的包装是由泰国艺术家Pong Chen设计的 酒精度数为45度 这款酒的名字叫做格兰捷的18年 武动之花东信康人特别珍藏版 是在2021年推出的这么一个珍藏版 这款酒具有浓郁复杂的花香调 灵感是来自于100多种花 有在波本桶中熟成15年后 在进一步在最优的Oloroso雪梨桶中 进行了长达3年的二次熟成 总共熟成了18年的沉酿时间 好了 这两瓶酒的基本介绍已经给大家放松过了 好漂亮是不是 都属于香料版 这个是日本的设计 就一个专门做插花艺术的设计师 把它设计的 然后也就是说 它从里面它说能喝到那种花香 对 百花齐放的感觉 而这一款呢是一个森林 它在熏麦芽的时候 它有去用了一些类似于那种松叶杜松子 然后石兰花 然后这一些就是说森林里面的元素的东西 去熏它的麦芽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等一下我们去试的时候 是应该会有去闻到它们这一些的味道 我对格兰捷的印象是 只要是限量版都是好喝的 只要是高年份都是好喝的 就是稍微有点贵 然后这款其实还好 一百多 对 差不多就一百到一百一十 差不多这样的 就是可以接受的那种 好 那我们先尝尝看 请导演赶紧帮我们把酒搭上吧 我特别想知道这两瓶酒的颜色 为什么可以这么浅淡 完全一致的 真的一致的浅淡 好 来 我们来尝一下 苹果梨 它经典威士忌应该有的味道 它都有 浅浅淡淡 我觉得它的那个梨子的 就新鲜的那种切开的梨子的那种 水果那些香气会特别的重 很好闻 很香 清淡 清柔 橙子花 请问 这个酒 为什么有一股浓浓的奶油的味道 奶香气很足 好足哦 有点像奶肠 你会看到这么淡淡的 一个酒杯摆在你面前 然后喝到嘴里面 它的那个味道特别 还挺浓的耶 一点都不薄耶 喝了一口珍珠奶茶的感觉 就那种奶茶的香气 是啊 有种奶茶的香气 你会觉得你看到的 和你喝到的 是不是一种东西 其实它酒体来说 我觉得酒体还是偏薄 就味道 我觉得它味道给的很足 给的就它那个奶香气 跟水果的香气融合一块 然后那种奶糖的感觉 然后包含到后面的变成 就有点像奶茶的那种 我真的就喝了一口奶茶 但是它香料的味道也很重 你会觉得就是有一丝丝的 那种香精的味道 就很香 不是特别自然 对对对对 它没有很自然 就是说它的那个香味 包括它那个甜味 有一点点虚 对 有一点点虚 但我会觉得它做的其实挺好的 它做的蛮饱满的 对 就是从头到尾 味道从来没有断掉 就一一环七块块一块 这是什么 橡皮泥 树木 就那种木质调 然后想一下这个味道很重 就我觉得它那木质调的香气挺重 然后会有一点点的那个类似 那个方石榴的那种感觉 它没有烟熏味 没有 那本就本来不就不应该有烟熏味吗 应该森林那块应该是带有一点烟熏的 这就很有趣 被我闻到已经没有味道了 喝一下吧 好好收敛的味道呀 如果说这一个是一块奶糖的话 嗯 这就是一个水果硬糖 然后它会更清爽一些 整体会显得更薄 然后更清爽 就它的味道不会像这一个那么饱满 这个好短呀 味道没这个那么薄 就是刚才第一口喝的时候 基本上味道全头停在前半截就没了 然后第二口我稍微大口了一点 然后就喝到了油脂感 我都不能说用干去形容它 就还干都不到是吧 它就是甜 就又没有很甜了 那我知道了 就那种水果的那种 就是妮卡的那个味道 就水果的那种甜味 就像款日本酒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说有点小甜水的感觉 就是说平常喝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两个对比的话 我会更喜欢这个 因为第一个饱满 一个饱满 因为它的味道层次会更多 第二个 越喝味道越多 它的油脂感有一次那种杏仁的 对对对 有点杏仁的香气 是不是多喝点就有了 有点那个奶油杏仁的感觉 但是还是挺薄的 就是很适合 非酒鬼类型酒鬼喝的那种 挺适合女孩子喝的 女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喝 不会特别重的味道 你猜第一个是花 第二个是森林 我猜第一个是森林 第二个是花 我印象里面花是属于比较清淡 然后比较甜美的 但是我这两个里面我都 因为我们 我们刚才我们有试了一下烟熏味的酒 所以我现在我在这两个 在这上面我完全试不出来烟熏的味道 是没有烟熏的味道 完全没有 没有呀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瓶酒的价钱 和我们喝过了什么 我们刚才第一个喝的是 Gland Merange的这个18年的一个限量的特别款 酒精度数43度 市场售价现在300左右 市场上其实都没有什么了 然后第二个是它刚刚出的这个叫做森林 然后酒精度数46度呢 喝起来没有酒精感 对 完全没有酒精感 完全没有 然后这瓶酒的售价它大概说100左右吧 我们就放在100左右 然后它是一个没有年份的一个限量版 Gland Merange太喜欢出限量版了 但是这个还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我说过什么 Gland Merange 你但凡看到有年份 就是15年往上至少18年起 然后或者是说它那种单一的vintage 什么1997啊 西艺有年份吗 也没有写年份 但是西艺是属于那种高端的限量版 都超好喝的 但是呢 没有年份 比如说什么 12年 14年 15年 13年 我觉得 当时 这个花 你记得我没有给过它多高的评价吗 是多么好喝的一瓶酒吗 忘记了 但是这个单独喝 好像也很好喝 但是它跟森林 它跟花在一起 就是差很多 嗯 放在一起它整体的厚度 它都不是一个级别的酒 它整体的味道的层次感什么 差好多 三不哈 我就是觉得它像一款日本酒 就很清淡 很轻柔 所以你不能跟重的味道的酒放在一起 所以你说这个是算重的味道 你放在一起喝的话 这一款的酒的味道要重很多 因为它的那个奶油感太足了 行 那今天我们喝完了 觉得还是 可以推荐 可以推荐 我觉得是好喝的 只是说你跟谁在一起喝 嗯 没有说不好喝这团酒 就是你选了一个不能超越的酒在旁边 最近这是一个十八年 嗯 这是一个五年份 行 那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长的酒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